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宇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苏语数据库视频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Redmi最新的系列 这个10X Pro的数据 这次它首发搭载定制的天机820处理器 从前期的曝光跑分来看 在纸面上已经超过了麒麟的中单芯片820 那么实际表现如何不够能体现 小白苏语马上开始 首先在储存方面 10X Pro搭载的是双通道UFS 2.1 持续读取998Mbps 持续写入489Mbps 随机读写方面读取244Mbps 写入高达300Mbps 仅次于荣耀30 Pro Plus为了第二名 虽然说是2.1 整体的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综合性能上 820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41万多 领先820近4万分 更是碾压765G的33万分 据来看 CPU性能上Gatebench 5单核645 多核2617 表现都不错 GPU性能上3G Mark 3.1 10X Pro得分4700 在3G Mark Walken跑分上 得分4208 整体和麒麟820持平 继续来看 10X Pro的理论性能不错 咱们来看一下实际表现 小白测评新20款 应用两轮打开测试上 三次测试取平均值 10X Pro用时124秒 虽然有一些轻微沙后台的情况 但是相比于765G的小美式青春版 要更流畅一些 在续航方面 小白测评三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4520mAh的大电池 它剩余79%的电量 小白测评五小时重度续航测试榜单上 10X Pro剩余40% 排名第10% 综合表现还算不错 在游戏方面 网种要最高画质 10X Pro平均率 58.83波动 1.08 和命精 HDR高新加极限画质下 平均帧率 59.5波动 1.27 全程基本版真一行 在方舟生存计划 最高画质下 10X Pro平均帧率 26.68波动 10.05 对比一下 另外一个820 荣耀X10 在王者和吃鸡上 虽然两者帧率差不多 但是荣耀X10 确实相对更稳定一些 在方舟这款游戏上 麒麟略差 输给了天机820 当然这次 大家关注的重点 还是发热 在默认最高画质 HDR加上超高 40帧的画质下 这个吃鸡半小时 10X Pro的机身温度 最高40度 荣耀X10 最高40.7 IQOO Z1 这是天机1000plus 43.1摄氏度 三者都是轻松应对 发热较低 但是为了测试极限性能 我们数据库 统一破解HDR高清 加极限60帧 游戏持续一个小时 搭载麒麟820的荣耀X10 最高45.6摄氏度 Redmi 10X Pro 最高47.4摄氏度 IQOO Z1 48.3摄氏度 麒麟这边表现超好 天机稍微差一些 当然破解60帧 毕竟是极限测试 在充电方面 10X Pro大概是33瓦快充 4520mAh的电池 半小时充分59% 充到100% 用时75分钟 来看一下这块屏幕 三星AMLA钻石排列 官方圈中最高 可以到800尼特的峰值亮度 我们手动测试 最高亮度为405尼特 峰值亮度达到了547尼特 总来说 这次的Redmi 10X Pro 在性能实际体验 和游戏上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天机820的调校 这台机器在这个价位段中 有NFC红外线性马达 三倍变焦 等等特色功能 算是比较齐全的了 但是对比同价位机型 比较明显的就是 它没有高刷 具体怎么选 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OK想了解更多机型的详细数据 关注小白色彬微信公众号 查看数据库即可 更多精彩 观众的B站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都搜搜小白色彬 我是王兄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